很多人呢,在煮大虾的时候都喜欢加水 一加水就大错特错 加水煮出来的虾肉不鲜内,特别的柴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虾肉鲜内到肉口即化的做法 首先加入一勺食盐,清洗一下大虾 因为大虾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添加孔雀食粒 所以买回来的虾,咱们最好加入食盐,清洗一遍 时间足够的话,可以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把盐水倒掉 然后再倒入清水,多清洗两遍 洗干净后控干水费,装入大碗中 我们来处理一下大虾 首先把虾的胡子剪下来,然后把虾的脚也剪下来 因为虾脚不容易清洗干净,所以我们把虾脚也剪去 这样吃的时候更加干净卫生 然后把虾头的顶部虾腔剪去 虾腔剪完之后会看到一个黑色凸起的沙包 这就是虾尾和虾肠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中金属残留 所以也要把它剪去,不要 看一下,看起来非常的脏 接下来用牙签在虾的第二个关节 把虾先取出来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倒入清水 最好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两遍 彻底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费 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只虾都裹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在烹饪过程中 虾的鲜味流失 锅底铺入姜片,切好的葱段 再把处理好的虾转圈摆入锅中 我们摆排的时候 最后虾头朝外 全部摆好以后放入我刚喝剩下的半瓶啤酒 啤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这里切记不要加水 也不要加高度白酒 然后盖上盖子 中小火煮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个料汁 放入小米辣 葱花蒜末 黑芝麻 盐 热油炸香 一勺白糖 两勺生抽 最后加入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一碗非常好吃的料汁就做好了 这时我们的虾已经煮好了 这里切记 不需要煮的太久 不然口感就不鲜内了 时间到之后用筷子把它取出来 然后装盘就可以吃了 这样煮出来的虾 真是太香了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以后煮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煮了 像我这样做 既简单又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虾肉鲜内爽滑 不腥不柴 再蘸上一点料汁 越嚼越香 越吃越好吃 大虾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盖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如果你也喜欢 赶快点赞收藏起来去试试吧 我每天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号 关注我吧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快走